山东省,位于我国华东沿海北端,自古为经济宝达,文化昌盛之地,不仅为儒家文化的诞生地,诞生了孔子、孟子、墨子、孙子、鲁班等先贤, 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,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,山东诞生了众多的名称,古县,其中腾州就位其中卓越多的代表。 山东古属东夷,周面上后因山东地区特殊的地位,分封州公寓将太公于此,封国分别为鲁国、齐国,因此,山东又有齐鲁大帝之称。 当然,除其鲁两大国外,当时沙东地区还有众多的小国,如来国、巨国等,腾国也是当时沙东的一个小国,为周五王以母帝书秀的封国,称为腾国。 腾之名始于皇帝时,因境内泉水称六而得名,书孝封于腾后,国仍称腾国,次不经腾州境内还有薛国,小小诸国这两个小国,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于此至腾县、薛县。 腾县尽管秦时就已至县,但其稀罕时就改了名,直到随处才复射。 此后,历代先后于腾县至腾院、腾阳眷、腾阳州、腾州等,名出附近北县,人称腾县。 建国处的1950年曾于腾县至腾县专区,1953年专区专属驻地迁望靖宁,腾县专区改称靖宁专区,1979年腾县又化归岛装市,1988年腾县这县设县及腾州市,未杀多省县即市,但仍有藻专市代管。 腾县历史悠久,古来三国五域之地,文化昌明之邦,是墨子,鲁班等仙鞋故里,现在腾州市也是山东经济繁荣的县市,其不仅为山东低于人口大县,也是山东中西部地区唯一的地区生产总局超县县的县,其面积,人口,经济的各方面,各为均占其所在地级市早庄市的半地。 如果喜欢,欢迎关注,点赞,欣赏更多原创文章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欢迎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欢迎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欢迎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欢迎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